各位網友 早安 我是邝俊宇 今晚是2022年6月10日 星期五 這節先跟各位網友說說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首先新鮮滾熱 就是黃夏衛在Facebook宣布離開香港 夏衛依是這樣說 就是無論身處世界哪個角落 都會繼續掛念大家 情況如何 大家可能都不捨得一起說說這最新消息 令編商昨晚有一宗街頭的施殺案 當中有人開槍 情況如何一起跟跟 亦說說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次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藝人黃夏衛在Facebook宣布8月離開香港 無論身處世界某個角落 都會繼續掛念大家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香港近年移民潮是重現的 有夏衛BB之稱的藝人黃夏衛在今早6月10日在社交平台發帖文 表示將會在今年8月離開香港 下星期日將會與經理人進行最後一次訪問錄影 他在文中提到過去10年 以搞笑的手法關心香港事史 雖然艱辛 但感到開心 他帶著無奈和不捨的心情宣布即將離開香港 並向大家表達感謝 他就說 我無論身處世界某個角落都會繼續掛念大家 藝人黃夏衛今早在社交平台發帖文 以10年人事幾翻新開頭 說到他與經理人已經共事10年 指對方見證著他的人生最低潮 並幫助他重新包裝形象 在2012年因為有一間服裝店禁止香港人在店外拍照 在那間服裝店外走Catwalk開始 經理人教他關心社會時事 用搞笑的手法與民同樂 黃夏衛指這10年時間 雖然艱辛 但真的很開心 他隨即在文中表示 8月我要離開 坦然不知何時可以再在香港與大眾見面 但不論生存世界哪個角落都會掛念香港的大眾 他提到在今月12日將會與經理人作最後一次訪問錄影 指自己會懷念這一刻並向大眾表達感謝 黃夏衛以往多年的大連初一 都會用不同的造型去到黃大仙池上頭住鄉 好像2016年後年曾以美猴王的造型上鄉 近年的大連初一 不少香港人都會關注他上鄉的造型 夏衛以今早在Facebook和大家說將會離開香港 並且無論身處世界哪個地方都會繼續掛念大家 夏衛以好人一世平安 相信很多網友都會不捨得夏衛以 加上亦代表著以後的大連初一沒有夏衛以不同的造型 繼續上頭住鄉 但無論如何都好 希望這份樂觀的態度能夠繼續感染香港人 我們繼續堅持說應該說的 做應該做的 已經非常好 夏衛以一路順風 身體健康 令B商和各位網友跟進另一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兩批人在南貴坊消遣爭執 對方吹雞 照百名刀手報復 遇襲的男子就是開槍橫擊 在警方到場前已經逃去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中環斬人槍擊案內情曝光 據了解 在今日6月10日凌晨2點多 一批男子在南貴坊酒吧消遣期間與人爭執 其後那批男子乘搭三部私家車離開 但對方懷恨在心 吹雞報仇 私家車駛至雲涵街對開的時間 突然兩部七人車從右邊駛至 跳出百名刀手 包括本地人和南亞裔人士 瘋狂朝那批男子指揮斬 放亂之間 遇襲一方的一名男子拿出手槍橫擊 一名刀手應聲倒下 同時開車突圍的時間 亦都撞傷了一名刀手 深夜的雲涵街一下子殺星震天 槍聲 追斬聲和痛叫聲混雜其中 引起途人執目紛紛報警 港島衝鋒隊的警員文信港智 發現6名男子在現場 其中1人左邊背中中槍 1人額頭中刀 血流如柱 1人腳步被汽車剪傷 3人一拼送丸自理 據悉現場亦都發現 涉案的刀手兩部私家車 警員在車上手獲幾把開散刀 3名傷者涉嫌公眾地方 管有攻擊性武器被捕 而遇襲一方已作鳥獸散 由於他們身懷守槍 警方大圍緊張 已全力追緝他們貴巷 有人被人斬 竟然能開槍還擊 亦都意味他身上有槍 近來治安的確令人擔心 警員到場拘捕了部分人士 但仍然有人在追緝當中 另外和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搭短途的士給100元 打算賺錢 遭到司機晦氣狂鬧 女生說有心聊交喊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搭的士時間 若果成幸能夠準備省止 當然可以令付錢的過程更方便 但司機亦有責任準備足夠的現金作爪俗之用 有網民在討論區發鐵文講述搭的士的不快經歷 指凌晨下班後 搭短途的士回家 車費約莫32元 他拿出104元打算付車錢 希望司機賺回70元 想不到司機突然大聲斥責他 一道指沒有省止 其後才拿出現金賺錢 期間更加一直露罵他 令他感到又生氣又委屈 直指對方有意欺負女人和聊交喊 那位女網民在親子王國的討論區發鐵文 指日前凌晨12點多 在新蒲崗下班時已經夜深 所以選擇搭的士回家 車程約莫5分鐘 到達目的地的時間 車費是32.5元 那位女子指當時身上只有100元 他就說我給100元 說加多4元 想著司機賺回70元就OK 想不到付錢的時間 突然遭到司機大罵 對方一道指沒有省止 亦都說 我說我都沒有 然後司機就開始發瘋 極晦氣 那女生不甘無辜被罵 就表示我都不是付500元 我給100元 你都沒有省止 不過司機就沒有理會 繼續罵他 就說不斷罵發瘋 一路數錢 一路罵 其實他是有省止 他忍不住反斥對方 你沒事 雙方一人一句對罵 直至他下車之後 司機都未收口 還調低車窗 叫我去死 令到女生委屈又憤怒 就說我那一刻真的很想走去車費幾百元 那女生坦然不認為自己有做錯 又指車程途中一直保持禮貌 直接給錢的時間 突然間被罵才反駁 而司機有意下女人 他找個位子發脾氣 為何現在的的士司機可以這樣 他又說下車之後 記住了的士車牌 正考慮就事件投訴司機 就說這些人就是似著沒有人投訴他 所以隧道感 鐵文印尼網民熱烈討論 不少人都同情這個女生的遭遇 就說遇到這些司機真的很生氣 已經很累 還要受他這種氣 亦有人說的士司機心情不好 就找這個女生發洩 給各位網友 又會不會投訴這個女生有住的士司機的車牌號碼 若然投訴的話 應該也會有下文 家欣 其實他明明不是付500元 付100元 在賺錢的過程 都可以搞到一窩粥的話 其實也不太知道女生自己做錯甚麼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甚麼智慧給女生 不妨留言說一說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完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要繼續勤力加油 保持著樂觀的心態 才能夠繼續向前走 夏衛伊的離開 有很多朋友會不捨得 怎樣說也好 希望夏衛伊一定要身體健康 即是繼續在遠方看著我們這個地方 最重要的是 很多人其實繼續很有毅力 用不同的方法繼續關心這個地方 而且也有很多很有毅力的網友 這份精神這份支持 一定是能夠滴水穿石 大家要加油 繼續要努力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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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